大家好,这里是小鬼头 这期是最后一期新年萝卜保卫战 啊? 怎么这么快就最后一期了呀 我的还没玩够呢 没关系啊 之后还是会继续演萝卜保卫战的 只是可能会变得普通一些 当然还是那句话 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看的 或者有什么奇怪的脑洞的话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哦 小鬼头 那这最后一期新年萝卜保卫战 你是不是该给我们整个什么大火呀 老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这次我就整个大火吧 本期的全场效果为 增加两排的渣渣萝卜 本期只有僵尸可以选择 增加两排渣渣萝卜 有意义吗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呀 小娃姐 我全场效果都还没说完呢 这次双方都要用投头子的形式 给双方投阵容 小鬼头 你这是把之前的几个创意点 都缝合到一起去了呀 没错 反正都最后一期特别本了 不如玩疯狂一些 那么本期的植物和僵尸 哦,不对不对 本期的僵尸分明有 胖端僵尸 乌龟骑士 猪看僵尸 冰土僵尸 黑暗骑士 雷克剑堡垒机器人 如果要到了堡垒机器人的话 那就直接挑活了呀 对呀,小娃 你最好要三个机器人给我 这样的话我直接碾呀 不,我要杨杨三根龟骑士给你 那么本期的增益如下 上期才说了不够摘摘楼包变身的 怎么这期又开始搞了 既然已经这么疯狂了 再封一下又如何呢 嘿嘿,老大你先给小娃姐投阵容吧 连着投三次哟 啊,投出了 四,一,六 全有一个六 这下真是搬起石头咱自己的脚了 嘿嘿,大嘴 看来小娃女生不站在你那边哦 到了,我投出了 二,五,四 那么开始投投子获得效果吧 小娃姐先投吧 好,这次是给自己投了 我投出了 四 攻击距离和一动速度 这样的话我的堡垒机器人 就真的变成超级坦克啦 嘿嘿 大嘴,我身权在握啦 该我啦 我投出了五 一排军演 感觉还是挺厉害的 大嘴 黑暗其实是打不过我的机器人的 你准备认输吧 小娃你别忘了 我有一个超级军演呐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那么战斗开始 五位骑士对堡垒机器人一炮干掉了 哎,这谁顶得住啊 不过我的军演已经觉醒了 封印解除 大嘴,你这军演也太猛了吧 一两轮扫射下来 我阵容直接团灭 果然军演才是要养地爽啊 那么恭喜老大 以食品零的战绩赢下这次的萝卜保证 我阵容 好